无需炒菜没有油烟 福建打工夫妻两个人在家就安排这样吃 营养好吃又健康 首先取出冰箱的边角料 还特意买了沙县小瓣罐包汤特别好 大米加日米加食用油搅拌均匀 挖入瓣罐里加纯净水扣盖营养不流失 五花肉加生抽料酒白糖 倒入蒸肉米粉一定要加一勺清水用锁抓棒均匀 瓦罐里倒入香味放入腌制好的五花肉 扣上盖子备用 倒入四块排骨一人吃两块 玉米一人一小段 加两根海带头姜片 倒入纯净水扣上盖子营养不流失 把这三罐全部放入锅里蒸30分钟 瓦罐里打入三个母鸡蛋 倒入少洗盐 倒入1.5倍的温水用筷子搅拌均匀 我们最爱吃滑滑嫩嫩的水蒸蛋了 30分钟后打开盖子放入鸡蛋 盖上盖子蒸10分钟 然后放入一只泡发好的海参再蒸5分钟 时间到吃饭啦 这样放菜汤就可以一锅出啦 是不是很简单呀 没有油烟这样蒸出来好吃 健康不上火 这样的营养套餐你喜欢吗 喜欢的赶紧收藏起来动手试试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兰